正值全国上下深入实施扶贫工作以来 梁承倩联社党委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积极承担扶贫工作重要使命 第一时间召开工作会议 研究委派刘国胜派驻九居牛沟村落实扶贫工作 担任梁承倩九居牛沟村扶贫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 渐行为基层群众解难事办实事的承诺 走村入户只为百姓生活排有解难 夜以继日只为扶贫工作添砖加瓦 真心真情与实感描绘着新农村建设的美丽诗篇 它就是九居牛沟村第一书记 是梁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派驻扶贫村工作队队长 刘国胜 立秋刚过 道谷飘香 正是打秋的好时机 得知村里的不少贫困户家中 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不能赶回家中 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无力收种的现状 为了不让贫困户因缺劳力和缺资金而发愁 刘国胜一大早便带领住村工作队成员们赶赴困难户家中 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分组一起帮农户用木歇羊肠扫里骨壳忙得不亦乐乎 刚刚28岁的他大学学的是金种 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梁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业务骨干 能够把所学的知识变成实实在在的助人的机会 能够直接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农民朋友 扎根农村干事创业一直是刘国胜心中的梦想 村民郭桂兰的老伴刘米卯 2015年突发脑机水 随后马上手术 手术效果不错 术后病情稳定 恢复到可以做简单的农活 因为当时没入农村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偏低 5万多的手术费 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捉襟见证 在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 刘国胜及时与联社领导反馈了贫困户的具体情况 以联社党委书记为首的党委班子非常重视 马上为他们送去了扶贫羊和农作物子种 以及慰问金 以解燃眉之际 刘国胜还主动跑腿 为他们办理报销事项 并给他们申报了贫困户 2016年识别为贫困户后 他们后续的治疗费用得到了保障 让他们发展生产养殖 在缓解了经济困难的同时 做到真正的不反贫 彻底脱贫 我们老海又不要做了手术 同时做了手术 给人赔偿的瓶瓶 对 也像你给的佛啊 你这伯父让人这水里没错的 也挺能管住我们 我们也挺乱的 挺好 感谢呢 感谢这社会挺好我们的 第一转不多嘛 他们也无不住 全无不住 还也挺好 这些的赵主任 还需要第一手机 修留也这手里 为了我们的 四方把家给我们送你送你 也那个 这手里为了我们的 没错我们 给自装 花费 给我们两个有啊 也挺好的我们 上一月之路还开门 这手里 也给保障了 杀了的 多会儿就也不怕 是那儿就去 书店也 也拿给保障 2018年是梁城县实现人脱贫 县斋贸 村退出的关键之年 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这场印章中 刘国胜 把自己事业发展 实现人生价值 同九居牛沟村群众的脱贫致富 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像郭桂兰一样 得到梁城县联社 及住村工作队帮助的人 还有很多 身材猿 也是其中的一位 我有两个烈树 一个少大雪 一个少厨村 五十个座地的 收入又不够 养下支票 尤其是将来 当局扣扫的大雪 在烈树 里面说 在江湖学船 九月服务票的 账差的情况下 松立的两栋 九月服务票补贴 三万月 还是成了松立的少的雪 感谢到了账差后 感谢李股书记 爽来的好消息 九居牛沟行政村 总面积22平方公里 辖五个自然村 总户数408户 总人口1113人 常住户118户308人 低保户114户199人 五保户27户27人 贫困户共79户 共172人 2018年未脱贫贫困户12户 贫困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20% 脱贫任务兼具 这些贫困户制贫的原因 主要是因病制贫 因学制贫 为了做到福真贫 真福贫 真脱贫 刘国胜 及其他工作队员 对九居牛沟村的自然条件 人口 土地 贫困户 劳动力构成 家庭经济收入 精神面貌 思想观念 难点热点问题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 与村领导多次磋商 反复研究论证 制定了九居牛沟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 并建立了台仗 明确的指导思想 工作任务 和总体要求 为了让扶贫政策家喻户销 更好的开展工作 2018年 刘国胜积极与联社领导联系 为九居牛沟大队 争取资金三万元 为村扶贫办公室配置了电脑 办公桌椅 书柜 图书 打印机等 制作图板十块 把精准扶贫基本知识 新城村扶贫基本情况 驻村工作队的任务与职责挂在墙上 多种途径进行宣传 让扶贫政策家喻户晓 营造出了浓厚的扶贫文化氛围 刘书记来站在这个工作 强强靠靠靠的 挺起座台 他这个 说是说 二边个班 看自己是 达到二边四十个班 几乎是天没有的 每天他都可以 他这个班师前来 有审栽 这个床面 他身体也挺好的 他反正是 不在意 咱们这个 床也会工作 他就下里床了 床里头黑 这个床面 那大床也挺 做得也挺好的 各方面的工作 做得都挺好的 刘国胜同志 在扶贫工作中 坚持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以党史党竞为重点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 转变为高举歧视 跟党走的自觉行动 以十九大报告精神 指引扶贫工作 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发力 重在产业扶贫 便输血为造血 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刘国胜同志和扶贫工作队成员 以林贵重养值专业合作社为试点 帮助九居牛沟村成立了首个 以重养值合作社形式脱贫攻坚的办公室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驱动 金融普惠民生平台搭建 以上级波付的十万元资金 入股梁城县 林贵重养值专业合作社 每年分红收益九千元 促进九居牛沟产业发展 带动贫困户就业 激发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 进一步发挥合作性金融 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助力全线脱贫攻坚事业 封进正是扬帆时 潮涌更需弄潮耳 梁城县连社及驻村第一书记 将继续秉承贯彻知浓知晓 兼容理念 结合梁城县连社发展实际 和推动县域民生根本 坚持以开创共赢 行稳致远的决心和意志 立足本职岗位 无私奉献 持续发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 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各项工作 确保年初确定的脱贫目标 顺利实现